家族游门进入C道 以风的速度成功征服弯道 这就是林伯亨 05年在上海国际方程式 成功拿下年度总冠军 堪称台湾第一人 年度总冠军 一让当时年仅25岁的林伯亨 一炮而红 赞助商开始找上门 到现在粗估身价 已经上看30亿元 不过回想过去 为了参加国际方程式 除了得忍痛出让爱车 筹措比赛资金 甚至有时候还得扣家里 变卖家产来支持 当然是全家都反对 那我后来也是给我父亲看 赛车它其实就是一个职业运动 我是跟他说为我争光 然后为家族争光这样子 因为身为台中旺族 物丰林家后代的林伯亨 从小就对车子很有兴趣 不仅两岁就坐在爸爸的大腿上 转动方向盘 七岁开始玩锅卡 甚至远赴法国学赛车 如果你自己没有家族愿意支持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那个花上去都是用豪宅 几栋豪宅的钱在算的 如今随着汉小林志玲 冯元真热恋 进而计划步入礼堂 林伯亨风光又神秘的过去 再度成为话题 三立选的裁缝无亏言 台北裁缝不动